最近這一個月以來呢 有83.1%的觀眾 還沒有訂閱我沒關係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音樂分享影片 有了你們的支持 我可以繼續製作這些更有趣的影片 現在呢 就是要把這個定位點 放在我的牆壁上 而我會拿這個 黏一個一個的點 在我的牆壁上面開黏 就是它最少 有一個東西忘記什麼 但是要8個就對比 主要就是它在運算的時候 它需要一個高對比 所以你在黏這個點的時候 它就是創造一個對比 讓電腦好運算這樣 盡量讓你的素材 是每一張都看得到這些點 點不見了 那個整個3D追蹤就會跑掉 那我們再回到電腦 OK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製造一個 隨手拍我的房間 然後很臨時 突然做的一個素材 看有沒有辦法成功的3D追蹤 歡迎回到紅智TV 我是紅智 優優 因為呢 之前啊 有做這個3D追蹤相關的這個專案 有這種方便高對比的 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也有自己嘗試去做的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困難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3D追蹤的這個功能 那麼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打開我們的素材 來跟我們的Blender 我們就開始製作 來縮小 我 OK 好的 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素材的內容 6270這個 看一下內容 詳細資料裡面有一個 59.95 代表它的幀率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Blender裡面 也要設定同樣的幀率 打開我們Blender General 一樣 把所有東西刪掉 然後我們看到上面有一個加 我們點下去 VFX裡面有這個 Motion Tracking 進來Motion Tracking之後 我們來到右邊 我們Output Property裡面 Grain Rate 幀率 改成59.9 調好你的幀率之後 我們Open 打開我們的檔案 打開你的檔案之後呢 我們首先要點的是 左邊可以看到的這個 第一個 講的是這個 我現在是預設是250 頭到尾的格數 幫我自動抓出來 我們點下去 好有沒有看到 它就自己跳到後面這裡 385 我們要按這個Prefetch 它會幫你預先把它渲染好 然後我們在播放的時候 它就會更得更加的流暢 幀數 選到我們中間的位置 這裡 差不多這裡 放大一點 我們這個快捷鍵呢 我們現在要設立這個坐標點 本來快捷鍵是Ctrl加左鍵 我們就對這些擺擺的地方 點完之後呢 我們 按A全選 按這個 它會往我們的左邊 去做一個渲染 好 OK 那我們再回來中間的190 然後我們再往右 也一樣做運算的動作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播放看看 好你會發現它整個是一個抓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吻合 這就是我們要的 那接著呢 我們進來這個Soft這裡 Keyframe 打勾 Keyframe代表什麼意思 它現在這裡有A到B嘛 就說我1到30幀 它會幫我去做運算 但我們現在要的是全部 我們就Keyframe 它就會自己幫你抓你這段素材的全部 Focal Lens也給它打勾 這個打勾之後 它幫我們設立的這個場景 它就會試著去猜 我們用的這個鏡頭的焦段是如何 我們就給它Soft Camera Motion 好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得到一個0.11的數字 這個數字非常漂亮 通常來說呢 你的數值要低於1 你的整個畫面才會得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果 那我們下來這裡 我們Sign Setup這裡 我們給它Set as Background 再來我們按這個Setup Tracking Scene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右上角有多了一個方塊 還有鏡頭 它都幫我們自己架好 我們可以播放看看效果是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這樣整體的預覽之下 得到一個還算不錯的結果 整個都是很穩定的 也沒有亂跑亂跳之類的 要先來決定我們的地板跟我們的牆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是牆嘛 所以我們就先抓三個點 隨便抓三個點 這裡三個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握 我們就給它點下去 那為什麼一定要三個點 因為它抓對牆跟這個地板 至少要有三個點 那我們就握給它點下去 播放一下 感覺就好像已經黏在我們牆上了 有沒有 設定我們的中心點的位置 好 那我想要設定中心點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給它Set Origin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等一下生產的物件呢 都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現在這個坐標點上 那如果你的 可能東西更遠或是更近 你需要做放大縮小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有這個Set Scale 這個的選項 比如說我要做Set Scale 它就需要兩顆這個追蹤點 那我們就選兩顆 Sense Scale 好 這個太大了嘛對不對 調到10 Sense Scale 好 有沒有發現它就變得很小一個 在這裡 我們就差不多抓到5 好 做好之後呢 其實我們追蹤的這個步驟 就已經結束了 最理想的狀態是讓它變成 我的中心點跟我的旋轉位置都在這 但是因為今天的案例比較 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原本的 所以其實 3D最終的重點在於說 你的定位點有沒有穩定 但是 這種XY軸 你要不要去做設定 那就是依照你的情況去做判斷 因為如果你已經很知道 我等一下東西的頭跟腳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中心點 不管在哪裡 應該都難不倒你 測試一下這個猴子的頭試試看 我們刪掉 好我們Shift A 我們新建一個Monkey 幫你90度 然後我們稍微放大一點 它是一個非常吻合的黏在這個上面 OK 那我們先去把我們的頭找出來 好 回來我們這裡 因為你的追蹤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掉回來Layout 然後我們按0 就可以回到我們這個3D追蹤的位置 給我放下 那我們這裡呢 我們就給它輸入一下 FBX我們的蘆筍 好 稍微放大一點 然後我們把頭的頭刪掉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Mate Plane 稍微旋轉一下 然後我們放大 我們去對我們這個 背後的牆的位置 稍微放 把頭放到牆裡面 我們如果沒有做這面牆的話 你的影片 它不會真正的渲染出來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一個材質 好 那麼接著我們進去我們的材質裡面 選你的牆喔 然後進去我們材質裡面 拉出來 Shader Editor 好 那我們一樣 一開始用的那個影片 我們給它丟進來 我們給它直接拉進來 然後我們要稍微設定一下 Cycling Auto Refresh 這邊在播放的時候 這個影片就會跟著一起播放 好 我們連過來 Start Brand 我們就是1嘛 它的French 總共數量預設只有100 總共有385 所以我們這裡就給它打385 好 切到這個材質模式 稍微預覽一下 我們點這個 然後Ctrl T Ctrl T 就是 Node Wrangler的這個插件 去插件 然後裡面直接搜尋這個 Node Wrangler 是 Node Wrangler 這個 然後打勾 然後你在這邊 Ctrl T 的時候就會出現了 原本的 UV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 Window 啊不對 拉下來 這個影片的檔案呢 你要連到這個 Emission 記得要連到 Emission喔 因為影片 你的影片其實在這裡面來說 算是一個發光體 接著呢就是進入我們打光的時間了 使用這個 Cycle好了 Cycle 改成 GPU 然後我們 Viewport Denoise打勾 我們先試著渲染 確定我們有沒有 把材質 背景的影片的材質上上去 我們就 Render Render Image 喔 有 有 有出現 好的 那麼呢 如果你渲染之後 你的圖片也有出來 然後你的燈光也在 完成的差不多了 那剩下的時間 就是交給你自己去 看要渲染 或是調顏色 調光線 調什麼 調東 調西的 接著呢 我就會示範一下我的做法 那我會把它稍微加快去播放 最後就會有這個影片出現 I feel like taking off Found a place with a few The pain is never gonna stop If it's controlling you I know that time can heal it all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Sometimes I feel like all is lost But I know it's not true I wanna put up all my walls Cause I'm not in the mood But then I cut myself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room I know that time can heal it all If you're patient and soon It can all be worth it All the searching Pain is never really permanent But damn it hurts man I can feel all of the turbulence And it's concerning I've been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I hope it's worth it This society is really trying me Aint no I didn't seek I hide to be far from anxiety I need my space I need my privacy I need some silence Please you're all too loud You don't speak quietly Opinions violently Thrown across every surface It makes me nervous It's the world honestly burning That's all I'm learning Hope that we can make a turn And start reversing All our minds You put the work in We got some work man I can hear the demons call When they do what they do And now I feel like taking off Find a place with a view The pain is never gonna stop If it's controlling you I know that time can heal it all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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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I feel like taking off Find a place with a view The pain is never gonna stop If it's controlling you I know that time can heal it all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I just gotta get through Gotta get through this Life is a nuisance Type's nuisance I try to be human Find a solution My evolution A place like this It didn't exist We made it like this So you can go pick The bad or the good I got a glass halfway I know It's easier to hide than just to lay low Not everyone in life has got a halo I'm standing in the red inside a play phone Just wanna break, no I'm not gonna give in Take a last shot Michael J. Wynn No I'm not a robot I'm in my own skin Never get lost My thoughts pull you in I miss the old you We died with the purpose All the energy around me Felt nervous scared I would pop up fast The surface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在眼睛的地方 做了一個Shape key的動作 那它其實是 做了一個眨眼 做了一個眨眼 那問題是 加了動態模糊 然後它因為時間又很短 所以應該不會太明顯 旁邊呢就是 我們先用Record 然後用RR 直接去動它的頭 RR這樣 歐歐來去 但就是用一個手感 用感覺去做動畫 這邊播放 然後我這個是 那個激活的狀態 然後播放 然後RR 然後這樣 動畫就出來了 然後做完之後 它會有點生硬 然後我們就關掉 然後我們就來這裡 然後Key 然後Sample Keyframe 把它中間的也都 用運算的方式把它算出來 然後再用 這個Smooth Key Alt O 這個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你的整個動畫 就會變得比較圓滑 所以它就不會有那個 就是它不會有那個 你可能有晃到的那種 它就會幫你圓滑掉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這個3D追蹤的這個功能的介紹 拍素材的一些細節 追蹤的一些技術點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呢 如果喜歡呢 也請你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麼呢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What